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明镜焦点 我是唯一人 在纽约为您带来重要新闻 中美贸易战上周进入了新的阶段 双方的新一轮暴富性关税生效之后 不论是全球贸易规则 或是全球的经济局势 都会以近期历史上 史无前例的方式发生改变 也让全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 进一步疏远 美国政治评论员罗伯特·D.卡普兰 今年初在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上 撰文也曾经说过 中美的争夺将持续数十年 他说只要华盛顿有足够的耐心 最终将会获得全胜 而白宫的经济顾问Larry Kotlow 他则警告说 美中的贸易战类似于1980年代 雷根总统时期对苏联的冷战 是一场持久的较量 他说虽然没有经历过冷战全部的过程 但是他也经历过很大一部分 经过数十年 美国才战胜了过去的苏联 所以不论中美两国是否能够达成贸易协议 中美的关系今后是只会变得更糟糕 新冷战有许多的因素决定 而美国的将军和战略家都十分的明白 商业界和金融界的人们却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 因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要进入冷战的 新的负面地缘政治和原则都会要影响市场 让市场付出很惨痛的代价 而且美国代理副贸易代表 亚洲协会的副会长卡特勒·温迪·卡特勒 他也认为中美关系的改变 在目前的情势之下是无法避免的 他说我认为这是我们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协议的原因 主要的原因就是政府之内有自相矛盾的目标 而他认为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对一个走向 对中美贸易战的走向是十分没有把握的 以下就是我们上个礼拜 在这个亚洲协会的记者会上面的现场报导 他现在就说到要怎么量化 这个中美贸易战底下所制造出来的不确定性 他说不论是在这个经济上面 在科技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对抗彼此的手段 他说呢其实中小企业他们是首当其冲的 因为你完全不知道要怎么掌握未来的方向 他说那经过这么多轮的讨论之下呢 其实现在还是十分胶着的 所以让所有中小企业的这些公司呢 是感到十分不稳定的 有人说呢这个中美贸易战呢 也让很多的美国企业给他们是个当头棒喝 让他们知道是时候应该回美国了 而Wendy Carlo他只是认为呢这个并不是事实 他不认为美国企业会在中美贸易战底下 就返回到美国本土来继续他们的公司经营 他也讲到了就是很多人讲到这个在贸易战底下呢 很多美国企业在中国生根了之后 可能会选择移到其他的东南亚国家 他说其实这也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这么简单 整个生产线要转移是十分困难的 尤其是在电子的产业更是如此 因为呢其实中国现在有非常多 这个高科技的相关产业 尤其是人才这都不是短期之内 其他的东南亚国家是可以来代替的 所以以上就是上个礼拜呢 Wendy Carlo他在亚洲协会举行的中美贸易谈判 现在进行到什么地步了 要怎么走下去的这个座谈会 这当中呢他讲了非常多十分有趣的观点 待会我们会跟大家继续的分享 所以就回到今天的主题了 川普开始贸易战的时候呢 曾经表示他的目标是要改善美国公司 在中国的经营条件 要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为与中国公司竞争的美国企业 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他说呢好斗的做法会让他达成一项 历史性的贸易协议 也就是让中国购买价值数十亿美元的 美国农产品 并且停止北京对于美国公司技术的窃盗 而习近平支持的引领经济全球化呢 其实也是引起了非常多的非议和争端 目前很多人认为中国贸易战 就是这个争端的一个表现 尤其是世贸到底该不该接纳中国 就是WTO在现在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应该要重新制定他们的标准 并且把中国踢出WTO之外呢 也是在不论是在这个最近的一些亚洲论坛啊 还有是一些国家元首的这个论坛上面不停被提出来 也是贸易战中很多这个学者们广泛讨论的议题 也有很多学者认为呢 全球化可能是已经接近尾声了 所以贸易战是如何影响全球的价值链和产业分工的格局呢 其实有可以分成两大的机制 第一个就是中美双方可以通过产业转移 来规避加征关税对成本的冲击 第二个呢就是通过直接减少双边贸易规模 来降低增量的风险 而前者呢就可能会导致中国的部分产业转向其他国家 而后者呢则是会冲击到全球贸易收缩和经济紧缩的效应 长期来看呢贸易战不仅会从总量上 同时也是从结构上来改变全球的贸易和产业的分工格局 进一步加剧各国在价值链上的竞争 而有些评论就认为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带来均衡的政治和社会开发 中国版的全球化也引起非议和争端 目前的这个表现呢我们大家就可以看出来了 而其中呢一个学者就是哈佛大学的学者 Danny Roderick 他把中国和其他的新兴国家全面进入贸易和投资系统称作 超全球化表示这些国家呢在过去的20年到30年间 这全球跨境的货物人员和资本的流动速度和规模都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而这其中呢2030年间中国就成为这个全球市场快速流动的最大受益者 现在中国在这个过去2030年间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 而且正是努力的从世界工厂向创新的高科技产业迈进 努力在高端的市场与欧美进行竞争 而日本学习院大学的国际社会系教授伊藤元崇 他也在日本新闻中发文 表示全球经济系统差不多每30年就要经历一次全面的变化 现在这种超全球化已经持续了30年 也可能会走入衰落旗 他认为超全球化呢促使本土政治加强 进而加强了保护主义 因为全球化带来的进口让当地的市场关闭也增加了失业 有些地方在失业增加的同时 大量外来的移民进入就业市场 就这个国家当地人来看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呢 对这个现在这个全球化演变而来 其他廉家的效应呢则是视而不见 而这种本土的政治呢 其实是不仅限于美国 他认为向英国脱欧的公投 也是由于英国人担心过多的外来移民造成的冲击 大西洋两岸的选举走势呢 都显示这种本土化的政治倾向 所以就要讲回来 到底世贸该不该接纳中国呢 其实从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 就急剧扩大 同时这个与其他世界国家的贸易 随着中国的世界影响力扩大 北京不仅积极推动全球化的进程 而且也提出了一带一路 自己的经济一体化的方案 但是在西方国家眼中 积极参加超全球化大量出口的中国经济制度 其实跟其他的西方国家是很不一样的 中国国企的比重很大 国家在工业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 而且对知识产权和内投资实行监督和控制 所以伊藤就认为 这导致了许多国家 质疑中国继续在WTO框架内 扩大贸易的合理性 也就是说呢 他们是十分质疑 WTO组织是不是要继续维持现状 这个维持现状是不是明智 美国也意识到在目前的世贸安排的框架之下呢 其实是非常难跟中国共处的 因此川普政府也开始越来越强烈的批评WTO 伊藤就说 现在有许多的研究人员和政府官员会半开玩笑的说 早知道当时就不应该允许中国进入世贸组织了 而这个Wendy Cutler呢 他也认为世贸目前的制度的确需要大规模的整顿 那以下就是他的看法 所以他讲到这个在WTO的中国议题上面呢 其实有非常多的灰色地带的 因为很多这个智慧 还有这个技术强制转移呢 其实是并不在WTO明确规范底下的 所以很多公司他们在把这个技术转交给中国的同时呢 这也这个是 其实是被在目前的跟中国做贸易的一个框架底下 而且这也是不受到WTO的保护的 所以在这样子 其他国家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规范底下 是不是跟其他WTO里面的范围里面的国家竞争 是造成一个不平等的竞争呢 而刚才我们这个影片当中并没有播到 其实除了就说像是智慧产权 这个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以外呢 还有就是WTO里下 其实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制度 来讨论这个开发中国家 还有以开发中国家当中的区别 所以呢像是中国他们其实长时间长年的就把自己定位为是这个开发中国家 而这个大家这个非常高度开发的这个新加坡呢 也是把自己定位为开发中国家 所以在这样子不同的定义底下呢 其实在贸易上面的交流的确会造成很多的不平等的情况 所以目前WTO在这个多年 就是引起非常其他这个当中国家的重院之后 会不会进行大幅度的改变呢 也是在这一次的这个G7上面被广泛讨论的 接下来目前当然是没有什么行动 不过接下来随着中美贸易战继续的 继续的讨论继续的发酵 也许也会给WTO造成一些压力 如果有任何的这个进展的话呢 我们也一定会为大家带来相关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焦点 如果你有任何想法 请在节目下方给我们留言 也请你点赞转发今天的节目 并请在YouTube订阅明镜电视 我是维仁 我们下次再见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mingjinnews.com 推特atmingjinnews 脸书Facebook